哈喽大家好,我是兜兜 紫妍开启的空间之门 将那么一行人传送到了一片荒凉的平原上 药佬从萧妍手上的戒指中飘出来 一把握住萧妍的脉门 片刻后,眼中涌上一抹杀意 萧妍遭受了摘心老鬼,倾尽全力的一掌 此时,她体内的筋脉尽碎,骨骼断了将近七成 小姨先听到药佬的话,脸上惨无人色 紫妍一把扶着她摇摇欲坠的娇躯 看到药佬一副要去找魂殿报仇的样子 封尖者让她不要冲动 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救活萧妍 药佬小心翼翼地探查萧妍体内的情况 好在萧妍的情况比她想象的要好一些 占心老鬼那一掌本该断绝萧妍所有的生机 但萧妍的体质极强 不仅生生地扛住了那一掌 一伙也护住了她的心脉 再加上萧妍前不久吞噬了号称不死之火的三千燕燕火 只要三千燕燕火不灭 她体内的伤势就会被修复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给萧妍找一处 新陈之力旺盛的地方 加速三千燕燕火的修复 封尊者闻言笑着让大家一起去新允阁 新允阁建立的地方本周是一块天外陨石 哪怕经历了无数岁月 其中的新陈之力依旧凝而不散 非常适合让萧妍疗伤 封尊者很担心 就算这次萧妍救回了一条命 但这么重的伤肯定会对她日后的修炼造成影响 这一点要老一点也不担心 萧妍现在的身体已经破得不得了 正好是破而后立最好的机会 这一次若是能将她当年服用的阴阳玄龙丹的药力完全激活 萧妍说不定能因祸得福突破到斗尊 有三千燕燕火和阴阳玄龙丹在 萧妍这一次就是想死都难 幸运阁坐落在中中南越的天心山脉中 在四方阁中 幸运阁的弟子是最少的 也是最神秘的 幸运阁所在之地是一处由陨石心力构建而成的空间 并且因为是纯天然而成的 这里的隐蔽性极高 即便是斗尊强者从此飞过 也是难以察觉 幸运阁当初是耀老和风尊者创立的 只是耀老这个阁主不爱管事 所以一直是风尊者在打理 风尊者让沐秦阮将小依仙和子言等人安顿好 他则背着萧妍和耀老直奔后山的石塔 这个石塔是那块天外陨石的心力汇聚之点 萧妍刚被风尊者小心翼翼地放在石台上 一股浓郁的心芒便源源不断地汇聚进他的身体 紫褐色的火焰升起 化为一团火罩 将萧妍的身体尽数遮掩 有了足够的星辰之力支持 只需要进行等待萧妍的伤势痊愈 在将萧妍处理好的第二天 风尊者便召集了星运阁所有的弟子 宣布耀老这个阁主回归之事 经过这些年发生的事 耀老也明白一个人的力量除非残汉到顶点 否则一个人和一个势力相比终究是吃亏的 更何况萧妍日后势必会和魂店对上 作为她的老师 耀老也不得不为萧妍提前做好打算 见到耀老不再找借口推辞 风尊者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她和耀老是真正的生死之交 这么多年来 她一直在苦苦地寻找耀老 根本就不在乎一个阁主之位 更何况她很清楚耀老不擅长管理的事 到后面怕是还得她来头痛这些琐事 因为担心魂店的报复打扰到萧妍疗伤 风尊者和耀老一致决定先避首扇门 一切等萧妍苏醒过来再说 萧妍还没醒 小一仙等人自然也是选择留在这里 她疗伤的时间太长 这中间风尊者极力邀请小一仙等人 做新允阁的客亲长老 有萧妍在 小一仙自然不会拒绝 而天火尊者想着自己反正也无处可去 便也同意了风尊者的邀请 子言出于好玩 不仅自己同意了 还胁迫熊战一起做长老 此时远在斗气大陆西北地域的加玛帝国中 梅杜莎靠窗而立 一脸担心地望着窗外的月亮 已经过去五六年了 萧妍答应了自己会回来 却至今毫无音讯 一道稚嫩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喊着娘亲 听到这个声音 梅杜莎的脸上立马浮现笑容 看向身后的小女孩 这个小女孩就是萧妍和梅杜莎的孩子 她的长相极为精致 肩膀上盘旋着一条七彩吞天蟒 人凌空虚踏 睁着一双大眼睛 分外调皮地看向梅杜莎 幸运阁的时台上 小一仙看着紧闭双眼的萧妍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萧妍的上市早就痊愈了 但却还是昏迷不醒 小一仙低声说 即使是为了熏儿 以及彩琳肚子中的孩子 你也不能住这样一睡不醒啊 这句话说完 萧妍的手指突然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一股浩瀚的星辰之力 自萧妍体内弥漫而出 小一仙的脸上浮现一抹惊喜 萧妍终于要醒了 笼罩在萧妍身体上的紫赫色火焰突然膨胀 在小一仙退出石塔后 膨胀的紫赫色火焰凝聚成了一头巨大的火龙 巨龙成形后 杨天发出一道龙银 一道庞大的星辰光柱穿透空间屏障 落在巨龙的身体上 爆发出一阵璀璨的光芒 光芒散去 星云阁众人睁开眼 看到一道身影浮现在巨龙的额头处 一股浩瀚的属于斗尊强者的气息 从她的体内弥漫而出 而这个人正是萧妍 天空上的风尊者和要老 激动地看向巨龙额头处的萧妍 要老十分欣慰 萧妍这一次 洛飞是借助天外陨石和阴阳玄龙丹之力 想要突破斗尊 起码还得再要两年的时间 萧妍感受了一下体内属于斗尊的力量 她有信心 在碰上摘星老鬼可以将之击杀 风尊者和要老上前查看萧妍的情况 萧妍见到笑眯眯的要老 眼睛不由自主地开始泛红 她的一身本事都是要老亲力所受 能有今天要老功不可没 萧妍迫不及待地说 自己已经融合了三种医伙 可以为要老炼制躯体了 但要老落入魂殿手中后 损失了不少本源魂器 在炼制躯体前 必须要先把损失的本源魂器补足 不然就算是得到了身体 实力也是毫无进展 本源魂器就是灵魂本源之力 魂殿抓捕灵魂 就是想要将它们的本源魂器抽出来 这种魂器是灵魂的命根 魂器有损将会对灵魂 产生极为巨大的伤害 而且魂器乃是灵魂的根本 很难受外力改变 不过魂因果和玲珑天枝 这两种奇物都有修复魂器的神效 但在萧妍昏迷的这一年中 风尊者派出了无数星云阁的强者 都没有找到这两者的消息 就在萧妍咬牙切齿 怒骂魂殿的时候 一旁星云阁的长老说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远古遗迹中 似乎传出过魂因果的风声 这个远古遗迹 是最近才出世在 中中南域边缘的十万大山中 十万大山处于兽域之内 那里是魔兽家族的天下 这次遗迹的主人 又是一名斗圣级别的强者 其中的宝贝足以让人为之疯狂 焚绝便是当年 风尊者和妖老 在一处远古遗迹中带出来的 这次的远古遗迹 已经吸引了不少大陆的势力和强者 想要从那里拿出宝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原本风尊者并不打算去争夺什么 但现在那里有魂因果的下落 这一趟势在必得 魂因果关系着要老 能否彻底的恢复巅峰实力 硝烟自然要去争上一争 风尊者要坐证星云阁 这次前往远古遗迹的领头人 就是硝烟这个少阁主 风尊者让他将木青卵也带上 木青卵的家族也在受狱 到时候说不定能帮上一些忙 为了保险起见 硝烟家小一仙 天火尊者和紫妍 以及熊战也都带上了 硝烟带着小一仙几人前往寿玉 等待远古遗迹的开启 紫妍一路上都在抱怨 寿玉没什么好玩的 去那里干嘛 硝烟用药丸哄好他后 木广州转向一旁的木青卵 让他介绍一下寿玉的势力分布 寿玉拒结了斗期大陆上 近70%的魔兽家族 其中包括魔兽界的三大族群 天妖皇族 九幽地名蟒和太虚古龙 天妖皇族强者如云 即使现在硝烟已经晋升斗尊了 但木青卵还是建议他 最好在进入寿玉之前 想办法解决掉身上的腰黄血筋 九幽地名蟒族是寿玉中 附属族群最多的 他们的数量也是三大族群中最庞大的 但数量大的同时 他们的血脉也越来越不精纯 至于太虚古龙一族 因为太过神秘 木青卵也说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 这一次的远古遗迹 住在寿玉的海谷山脉 那里属于九幽地名蟒族的领地范围 如今的寿玉 因为远古遗迹的出事十分骚动 硝烟一路往海谷山脉区的路上 遇到了很多目的地一样的强者 他忍不住皱起眉头 这些强者和一些大势力 都是被传闻中的天阶斗技吸引来的 硝烟不打算淌这个浑水 决定到时候拿到浑荫果株走 到达海谷山脉后 木青然捏碎联系星云阁长老的谷遇 星云阁驻守在这里 打探情况的胡长老 很快就赶了过来 见胡长老像是刚与人交过手的样子 木青然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 胡长老和另一位旗长老 赴命前来探亲情事 他们找了一处 离远古遗迹不远的山峰 作为助手之地 但他们刚想搭建营地 却遇上了风雷阁的人 风雷阁为首的是雷尊者 他们直接将星云阁的人撵了出去 还将旗长老给打伤了 萧嫣见到受伤的旗长老后 才知道打伤他的 竟然是他的老冤家废天 萧嫣给了一枚丹药 让旗长老疗伤 便带着星云阁的人前去砸场子 如今的风雷阁 因为和天妖皇族的关系 形势越发的嚣张 这次更是直接扇了 星云阁一个耳光 萧嫣现在既然是星云阁的少阁主 自然要维护星云阁 他带着一大群人 声势浩荡地 踏上原本属于星云阁的营地 此时的雷尊者正在帐篷里招待客人 其他几名阁主在外警戒 发现有人打上来 飞天和以前一样 想拿出风雷阁来压人 话还没说完 萧嫣带着人 缓缓从山下出现在他的视野中 见到萧嫣那张记忆深刻的脸 飞天的脸色立马变得十分难看 萧嫣当年让他丢尽了颜面 再见到他 飞天恨不得将他牵到万寡 见到萧嫣身后星云阁的人 飞天脸色猙獰的 让身旁另外两位阁主 将萧嫣交给他 他要让萧嫣把当年的债 好生地还上一还 只是可惜 放大话的飞天 被萧嫣随手一掌就给制住了 萧嫣一边笑着说 雷尊者 让这种小猫小狗出来 也不怕弱了你风雷阁的名头 一边去指一谈 将飞天的胸膛 直接往下陷了半寸 他的身形也跟炮弹般 直接砸在了银杖中 整个银杖直接爆裂成无数块碎布 雷尊者手中拎着重伤的飞天 怒斥萧嫣好大的胆 虽然他的嘴上放着狠话 但心里却十分震惊 他没想到 萧嫣竟然在短短两三年的时间内 突飞猛进 达到了斗尊的级别 雷尊者让萧嫣最好是快离开 看在风尊者的面子上 他可以不跟萧嫣这个小背计较 萧嫣点亮嘴炮的技能 嘲讽风雷阁 在这么多人面前 肆意对星云阁的人出手 难道也是因为风尊者的面子 雷尊者被萧嫣接二连三的话 气得笑了起来 不打算再和萧嫣废嘴皮子 他倒要看看 以萧嫣这刚刚进入斗尊的实力 今日有什么资格取回星云阁的营地 看到萧嫣释放出他的紫褐色火焰 雷尊者身上也闪烁着无数的银色雷光 就在两人剑拔弩张的时候 雷尊者身旁身着虎纹衣袍的老者开口 说今日皆是误会 星云阁的长老是被废天出手误伤的 如今废天也被萧嫣重伤 两相抵消 他希望萧嫣能看在他大地虎族 以及银月郎族的份上助此把守 有人给台阶下 雷尊者立马开口 正准备不要脸地说 不与萧嫣计较 萧嫣助手掌清辉 身后星云阁的弟子 立刻让出一条通往山脚的路 萧嫣嘴上说着 既然这位老先生这般说了 雷尊者请吧 萧嫣的话 让雷尊者和他身旁的人脸色一沉 虎族的老者 让萧嫣不要将事情做得那么绝 萧嫣反问他 凤雷阁在众目睽睽之下 毁西云阁的名声 难道还想让他萧嫣 脸上带着这一巴掌 回西云阁不成 面对气势 突然变得咄咄逼人的萧嫣 虎旁老者 面色冰冷地说 这里是兽狱 不是你萧嫣 能够撒野的地方 另外一名 引发老者 让萧嫣立刻离开这里 否则会让萧嫣这个小辈知道 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说完 两股浩瀚的气息 从他们两人体内抱涌而出 三名斗争强者 恐怖的威压 对着萧嫣一行人而去 萧嫣缓缓吐出一口气 再度踏出两步 手指指着山脚的方向 低沉的声音 在在场每一个人的耳边响起 最后一次 从这里滚下去 或者躺着下去 萧嫣的声音落下后 他的身后 三股恐怖的气息 瞬间强行震散 雷尊者三人的能量威压 在四名斗争的气息反扑下 雷尊者三人脸色一变 往后退了两步 停下脚步后 雷尊者一脸震惊地 看向小一仙和天火尊者 他们俩的实力 都在三星斗争巅峰 丝毫不比雷尊者落 雷尊者脸色阴沉地盯着萧嫣 咬牙切齿地说 好小子 早知今日 当年就该出手将你斩杀 萧嫣微微一笑 完全不理会 他这种马后炮的话 雷尊者强行忍住心头的怒火 他很清楚 按照如今的局势 萧嫣一行人 完全有实力 将他们扔下山峰 天阳皇族的强者还没来 现在只能是好汉不吃眼前亏 雷尊者带着身后 垂头丧气的风雷阁弟子下山 经过萧嫣身旁时 他脚步一顿 让萧嫣不要高兴得太早 今天的场子 他迟早会找回来 萧嫣只笑着回了他 随时恭候四个字 望着犹如丧家之选一般撤退的风雷阁弟子 幸运阁的弟子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他们看向萧嫣的目光中 也多了些许尊宠和敬畏 从胡长老这里 萧嫣知道远古遗迹藏在空间封印中 因为这个封印有限制的功效 目前还没有斗尊强者进去过 好在这个封印顶多再有几天的时间 就会消散 到时候 他们和等候在这里的强者 就都可以进去了 萧嫣心头一动 问胡长老有没有发现魂殿的人 魂殿的人向来诡异莫测 即使是来了 以胡长老他们的实力也发现不了 目前玩很奇怪 海谷山脉可以说是九幽地名蟒族的地盘 以他们的性子 竟然没有封闭山脉 反而让消息给传了出去 胡长老说 九幽地名蟒族如今自顾不暇 根本没有精力来管这个远古遗迹 根据他们打听到的消息 最近九幽地名蟒族的不少强者 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失踪的这些强者中 还有一名斗尊强者 而对他们出手的还是同一个人 现在的九幽地名蟒族 正在疯狂寻找凶手 萧嫣成因片刻 下令让新允阁的人 这几天不要到处走动 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晚上 萧嫣盘坐在山顶边缘的一块巨石上 她握紧拳头 决定等将药老的躯体问题解决了 就动身前往鼓足 谁也别想阻然她和熊儿在一起 而后萧嫣又想到 采琳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就在萧嫣精神恍惚 想着自己的孩子 不知出事了没有的时候 一道细微的破风声 突然在夜空中响起 萧嫣猛地转头 便看到一道黑影 扑向紫妍的帐篷 黑影带着一张 有些猙獰的鬼神面具 身材凹凸有致 萧嫣的身形 朝着黑影而去的时候 黑影面具下 突然爆发出一股奇异的绿芒 照射在被惊醒后退的紫妍脸上 就在紫妍甚至有些恍惚的时候 她的脸上突然紫气涌动 一条半尺长的紫龙浮现 两天怒吼 看着紫妍脸颊上的紫龙 黑影顿时一愣 惊讶地说怎么不是蛇 这时小一仙 天火尊者和熊战都出现了 萧嫣让他们看住紫妍 自己则找上黑影打了起来 黑影在发现 自己找错对象后 就准备赶紧溜 萧嫣追上黑影 被火焰弥漫的拳头狠狠砸向对方 黑影面具下再次闪动绿芒 一道壮硕的身影出现在她身后 挥出一拳和萧嫣的拳头撞击在一起 萧嫣被撞得连退了好几步 等回过身后 壮硕人影和黑影都已经消失不见了 萧嫣的眉头紧皱 不知道这个黑影是什么来路 这时突然出现三个九幽地迷茫族的人 他们从萧嫣的身上 闻到了自己要找的人 刚和萧嫣动过手 碍于萧嫣斗争的实力 他们只是看了一眼 助消失在山林中继续去追自己的目标了 萧嫣回到营地后 将先前的事说了一番 在听到刚刚的黑影 是导致九幽地迷茫族 强者失踪的凶手后 熊战骂骂咧咧的说 下次看到她 非得打爆她的脑袋不可 紫嫣这个小祖宗 要是出了事 她绝对要遭殃的 萧嫣让紫嫣这段时间不要落单 九幽地迷茫族 那些强者 应该都被黑影给控制住了 先前出手拦住她的 与刚刚遇到的九幽地迷茫族的强者 气息有些相似 因为远古遗迹中太过危险 萧嫣将星云阁的长老和弟子留在营地 等待接应他们 当远古遗迹开启 一座小山峰般庞大的赤红巨殿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 源源不断的强者都停留在巨殿之外 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或者势力 愿意当领头羊 率先踏路巨殿的百米范围之内 萧嫣正双手抱胸 等待的时候 突然察觉到一道冰冷的目光 发射出这道目光的 正是好久没有出场的凤青儿 她的身边不仅有凤雷格一行人 还有着天妖皇族的强者 对于萧嫣 比自己更早进入斗尊 凤青儿十分不甘 现在萧嫣自己送上门 来到授狱 凤青儿绝对要将她抓回天妖皇族 萧嫣瞥了一眼凤青儿 就收回了目光 环顾了周围一圈 这一看就发现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凤雷格天妖皇族暂且不说 冰河谷和玄冰宗的人也都来了 萧嫣心头一阵苦笑 没想到自己的冤家对头 这一次全都聚在了这里 冰河尊者和玄冰宗的陈天南 望向萧嫣的目光都隐隐带着杀意 察觉到他们的杀意 萧嫣也感觉到有些棘手 这些人分开来打 萧嫣一个都不怕 但要是他们联手的话 就有些麻烦了 这在萧嫣有些无奈的时候 出现了一个难得与她交好的熟人 唐震在周围众多强者的注视下 带着焚炎谷的强者走向萧嫣一行人 焚炎谷在中州也是排得上后的大势力 唐震的举动也让凤青尔 并和尊者等人忍不住皱起眉头 短短两年时间 萧嫣不仅取得了单会冠军 还进入了斗尊层次 这种速度让唐震十分感叹 在察觉到场上有不少大势力 对萧嫣抱有敌意后 唐震让萧嫣进入遗迹后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 当年萧嫣可以说是救了糖火儿一命 这个恩情她铭记在心 更何况萧嫣的前途一片坦荡 为人又很对唐震的胃口 所以她很乐意与萧嫣交好 当赤红巨店的大门开启 门后漆黑的通道 猛地喷出一道道蓝色火柱 抢先跑进去的人 瞬间被火焰燃烧殆尽 等到众人平静下来后 那些大势力才终于有所行动 萧嫣用三千连星火 将小一仙他们全都包裹住 一头钻进火道 有三千连星火护体 萧嫣他们很快就超过了 近来的更早的强者 没多久 他们就在火道中碰到了冰河谷的人 冰河尊者感应到后方萧嫣一行人 陡然加快速度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中 很快 萧嫣就发现 这个火道并不是进入遗迹的路 而是个陷阱 真正的通道 是在下方的赤红岩浆之中 有三千连星火载 萧嫣直接带着他们钻进岩浆中 找到了真正的路 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通道尽头的广场 广场的尽头 有一扇极为厚重的石门 石门前有十道眼神空洞 面无表情的银色身体 屹立在那里 萧嫣一眼就认出了 这是十个在斗宗巅峰层次的地奥魁 场上的人目光大多也都停留在 这些傀儡的身上 很快 场上一名一行左右的斗尊强者 就站出来 对上了这十具傀儡 斗宗和斗尊之间的差距太大 傀儡们接连败退 之后 这十具傀儡 形成了一个奇异的阵型 领头的地奥魁 在萧嫣震惊的目光中 进化成了堪比二型斗尊的天奥魁 天奥魁一拳 只向那名斗尊强者 打出了战场 原本萧嫣对这些斗尊级别的傀儡 没什么兴趣 但在看到这些傀儡 可以进化为天奥魁后 萧嫣的眼中 闪过一丝垂涎之色 她让小一仙 帮她看着一点其他人 便挺身而出 说既然没人出手 那便游在下来打头阵吧 凤青儿身旁的白银男子 看到萧嫣出手 也缓步走出来 嘲讽萧嫣 异性斗尊的实力 连先前的老者都比不上 还是算了吧 萧嫣半点不带搭理白银男子 直接冲进傀儡们攻击的范围 白银男子紧随萧嫣 也冲了过去 对着萧嫣 后背就是一道攻击 萧嫣躲过她的攻击后 便开始用灵魂力量 准备接手这十具傀儡 这些傀儡 体内的灵魂印记 早就在无尽的岁月中磨灭 萧嫣的灵魂力量一侵入 就直接建立起了 与傀儡的联系 萧嫣轻轻松松地 说了十具傀儡后 紧闭的石门也终于打开了 石门开启 萧嫣再次回到先前的位置 她并不想当第一个 进入遗迹的人 等见到领头羊 没什么问题 萧嫣才带着小一仙等人进去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座宛如巨无霸般的巨殿 大殿周围 有着不少不知延伸到何处的走廊 萧嫣让擅长探饱的紫嫣带路 去找浑因果 他们跟着紫嫣 飞了将近十五分钟后 来到了一扇古老的大门前 推开大门 一股被深藏了 无数年的浓雾药香涌出 石门之后 是一片由各种珍稀药材 构建而成的远古森林 萧嫣被这片森林 狠狠地震撼到了 回过神后 就赶紧将石门关上 紫嫣满眼惺惺地抹了一把口水 抓起一把能量浓郁的林芝 只往嘴里塞 萧嫣强行忍住 想将这些药材收进那界的冲动 拖着不肯走的紫嫣 走向森林深处 去找浑因果 这片远古森林 经过无数年的演变 拥有不少实力强悍的远古魔兽 不过有紫嫣身上 那股落影落线的龙威在 没有哪个不长眼的魔兽 敢来惹他们 有紫嫣特殊的天赋技能在 萧嫣很快就找到了浑因妖术 浑因妖术生长在一个弧星小岛上 但凡天地灵物 魂因果身为可以锤炼灵魂的起宝 自然也有这个待遇 紫嫣隔空挥出一拳 狠狠地击打在湖面上 一个巨大的阴影迅速浮现 破水而出 见到守护兽 是外界已经绝技的通天骄 紫嫣都忍不住有些惊讶 通天骄这种远古魔兽 体内也拥有着一丝龙族血脉 对付这种魔兽 有紫嫣一个龙就够了 在紫嫣的龙威之下 这头气气颠峰的通天骄 变得十分乖顺 紫嫣摸了摸通天骄的头 指向魂因妖术 通天骄守护了魂因妖术这么久 十分不舍就这么拱手让人 看着垂头丧气的通天骄 紫嫣不由的心软 让萧嫣给这个好可怜的魔兽 一些补偿 萧嫣拿出两种对魔兽肉体 有着锤炼之效的丹药 和一株成熟的化形草 听到有化形草 通天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拿了报仇的她 美美地钻回湖心深处 萧嫣成功将魂因果拿到手之后 心头的重石也终于放下了 正打算离开时 却发现一旁的紫嫣 目光正正地看向森林的更深处 萧嫣一愣问紫嫣怎么了 紫嫣有些茫然 她的血脉深处告诉她 那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她 萧嫣知道紫嫣身为太虚古龙 不会莫名地就有这种感觉 她看着一直将目光 锁定在森林深处的紫嫣 决定去看一看 这片森林已经近了不少人 但他们想要顺利走到里面 也没那么容易 所以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见识一下真正的宝贝 萧嫣一行人 在森林中穿梭了近十分钟 才终于到达了这片远古森林的中心 紫嫣盯着不远处 一片平坦的地方 脸色凝重地伸出小手 在她的小手触摸到 面前半尺处的虚无空间时 一道金光突然凭空出现 萧嫣几人看着面前 这个成道扣的碗状金光 眼中闪过惊恶 他们在这个神秘的金光罩上 感受到了一种压抑 这个金光罩名叫寿林罩 只有生前实力极为强悍的魔兽 在临死之际 才能够凝聚出这种寿林罩 但这个寿林罩中 不仅有太虚古龙的味道 还带着一点远古天妖皇族的味道 这种寿林罩 只有血脉相同的人才能开启 紫嫣咬破手指 一道金光裂缝撕裂而开 他们的视野中出现了一片 荒凉的布满了赤红色沙土的平原 平原中心有一座 高达百丈的古老巨石祭坛 祭坛中有一股落有落无的威严 弥漫而出 瞬间让硝烟等人体内的斗气 都变得阻塞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的紫嫣 只奔祭坛 硝烟几人跟在紫嫣的后面 等他们到达祭坛 就看到了紫嫣无比震惊的脸 祭坛的中央有一方金子两色的石台 石台上一个半尺大小的凹槽中 长出了一株不够拇指粗细的小树苗 小树苗的顶端悬挂着一枚金子两色的果实 果实的金色部分是一条缩小了无数倍的太虚古龙 紫色则是一头斩翅而舞的远古天皇 硝烟他们感受到的威压 就是从这个果实中传出来的 紫嫣告诉他们 这个是只存在于古龙一族古籍中的龙皇本源果 这种果实需要吸收太虚古龙和天皇的生命力 才有不超过一成的几率出世 在古龙一族的记载中 龙皇本源果仅仅出现过五次 而这是第六次 紫嫣愣了片刻猛地转头看向下方的平原 下方平原赤红色土地中的苍白颜色 隐隐勾勒出了一具体型极具庞大的巨龙 以及天皇的骸骨 庞大的骸骨首尾相接 形成一个圆形将这片平原圈住 而这座巨石祭坛则正好处于这个圆圈的正中央 这里曾经陨落了一头太虚古龙和远古天皇 不过紫嫣能感受到远古天皇的气息 明显比不上太虚古龙 紫嫣脸色凝重地说 龙皇本源果必须要收走 不然要是被天妖皇族得到的话 他们很可能会进化出拥有龙皇血脉 与一体的至尊之兽 到时候太虚古龙一族都将受到威胁 但就在紫嫣准备动手的时候 这片空间突然泛起了一阵剧烈的波动 树林赵再次被撕裂开 一群人闯了进来 闯进来的人是天妖皇族一行人 凤卿尔看到祭坛上的龙皇本源果 不由地大声尖叫了起来 听到龙皇本源果 他身旁的白衣男子 眼中涌上一抹疯狂的狂热之色 紫嫣小脸冰冷地收回了手 收取龙皇本源果需要的手段 颇为繁琐 现在只有先把这些不速之客撵走 才能安心地收取果实 萧嫣看着闯进来的一群人 轻声说准备动手吧 凤卿尔让萧嫣立刻带人离开祭坛 否则今日就让他们永葬于此 萧嫣并没有理会凤卿尔这个小丑 而是仔细观察他们的实力 这群人中不仅有雷尊者 还有大地虎族以及银月郎族的族长 他们两人都是货真价实的二性斗尊 凤卿尔身旁的白衣男子 和一位身着黑袍的老者 也都是斗尊级别的强者 算起来他们足足有五名斗尊 好在萧嫣这边 加上天妖魁和刚刚得到的十具傀儡 足以抵挡六名斗尊 这片天地的氛围 一时之间变得剑拔弩张 萧嫣放出心得的傀儡后 身形缓缓升空 紫褐色的火焰在头顶上 凝聚成庞大的火龙 他的声音响彻天地 今日我倒要看看 谁能将东西从这祭坛之上抢走 白衣男子目光冰冷地 看向半空中的萧嫣 而后看向身旁 一直未曾开口的老者 请他出手 黄轩缓缓朝前踏出几步 随着他脚步的落下 他的气息 生生地突破到了五星斗尊的层次 萧嫣没想到 这个看着最不起眼的老者 居然是天妖皇族这群人中最强的 但仅凭一个五星斗尊 还没资格让他们退去 萧嫣狂妄的话 让黄轩的脸变得阴冷 下令一个不留 萧嫣让打不坏的天妖魁 对战黄轩 熊战 小一仙和天火尊者 分别对上了雷尊者他们三人 他自己则对上了天妖皇族 另一个斗尊强者 就在他们开打后不久 萧嫣发现 凤青儿正咬破手指 勾画出一个奇异的符文 这道符文出现的刹那 整片天空似乎响起了一道 细微的凤鸣声 萧嫣等人听到这个声音 灵魂都狠狠地颤了一下 凤青儿恭敬地跪在天空上 伴随着他 以血为气 以气为福 唤醒祖魂的话音落下 符文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落在赤红平原上 平原上的天皇海谷 在众人惊骇的目光中 缓缓地动了起来 一股传承自远谷的苍凉气息 弥漫而开 在这股气息之下 萧嫣等人体内运转的斗气 变得异常阻塞 察觉到远古天皇残留的力量 萧嫣几人急忙脱离战场 退到祭坛上 凤青儿被那个苍凉的气息包裹着 他的双眼中金光闪烁 一股毁天灭地的可怕能量 朝着萧嫣几人而去 这在萧嫣几人准备出手时 紫园娇小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的声音中爆发出一种 比远古天皇更加恐怖的威压 与太徐古龙的祖魂相比 凤青儿召唤的祖魂实在太弱了 黄轩一行人之前没有细想 为什么萧嫣他们能进入寿灵罩 现在看到紫园这个太徐古龙 才终于反应过来 但很快 黄轩就发现 紫园这只太徐古龙还只是幼年 他让凤青儿用祖魂杀了紫园 凤青儿点点头 玉手一握 一只金光天皇成形 对着祭坛上的人而去 面对如此恐怖的阵仗 紫园缓缓踏出两步 小手隔空对着巨大的金黄狠狠一握 紫园这一掌将金黄困在崩塌的空间中 凤青儿喷出一口紫色的鲜血 隔空投送在金黄的身上 突如其来的血液之力 让金黄力量大增 挣脱了崩塌的空间 紫园再次伸出小手 紫色的光柱迅速化为一头巨大的太徐古龙 太徐古龙的身体一扭 就将金黄生生地捏碎成一片片金色的光团 金黄破碎 凤青儿的脸颊顿时煞白 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意识到祖魂完全破碎 凤青儿十分震惊 黄轩暗自发苦 猛的一咬牙就准备撤退 现如今 他们根本不可能抢得过硝烟一行人 等硝烟他们离开了寿林兆 没有了太徐古龙祖魂的帮助 他们抢夺的机会多的是 看到这些人想要离开 紫园冷哼一声 隔空轰出一拳 黄轩十分勉强地接下了这一击 看到黄轩连紫园一击都接不下 雷尊者几人狼狈地跟着跑了 他们离开后紫园焦躯一颤 身上的紫光飞速散去 骚脸十分苍白 太徐古龙的祖魂太强 对紫园来说负荷有点大 好在黄轩已经被他打伤了 就算再碰上 他的战斗力也要减弱两成 紫园很清楚 龙皇本元果绝对不能落在天妖皇族的手中 而一旦出了远古遗迹 天妖皇族一定会召集族内的强者 所以紫园也第一时间 通知了太徐古龙一族的强者 龙皇本元果的能量太过恐怖 紫园只能将他暂时封印在体内 等待族中长老处理 东西到手后 骚脸几人也再次回到了走廊中 正准备往大厅中心去的时候 他们看到搜寻宝贝的队伍 都朝着一个方向而去 几人对视一眼 就跟在了这些队伍后面 甘蔗大部队过了几条走廊后 骚脸闻到一股很浓郁的丹药香味 他猜测这里应该是储存丹药的丹房 一听到跟丹药有关 众人都有些心动 前面的队伍都超越后 骚脸来到了一座充满骨气的丹店 丹店的第一层已经被搜刮完了 第二层因为有毒气的原因 人要少一点 但也不剩什么东西了 骚脸几人放弃了第二层 直接去到了第三层 进入第三层后 骚脸一路搜刮了七八个丹室后 推开了一间位于角落处的丹室大门 与其他地方相比 这间丹室要狭窄许多 并且一片狼藉 像是已经被人光顾过了的样子 就在骚脸刚想转身离开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只浑身白色龙毛的小兽 骚脸盯着这只没有任何能量波动 长得十分可爱的小兽 半想后脸色涨红的他 忍不住爆出粗话 他妈的 这家伙竟然是一颗丹药 听到骚脸的话 所有人都用不敢置信的眼神 看向那只丹兽 一般只要经历了七色以上丹蕾的丹药 都具备变化兽型的能力 并且它们的灵质还特别强 骚脸猜测 这只丹兽应该是一枚 经历了八色甚至九色丹蕾的丹药 距离传说中的九品丹药也只差一点点 这种品阶的丹药若是传出去 怕是整个遗迹中的强者都会为之疯狂 骚脸从狂喜中回过神 让熊战守在大门口 之后便开始用六品丹药来诱补这只丹兽 硝烟足足喂了二十多枚六品丹药 八枚七品丹药 最后又拿出得到丹会冠军的生骨容血丹 才成功诱惑丹兽自动投入她的怀抱 但就在丹兽即将撞进硝烟怀中时 一股强烈的犀利将丹兽抓走了 抓住丹兽的是之前晚上偷袭子言的黑衣人 熊战骂骂咧咧地冲进来 让他们小心点 这个人太邪了 绿芒对着他一照 他就失神了 这才让他偷偷跑了进来 硝烟让黑衣人将丹兽还给他们 以前的事可以既往不咎 黑衣人已经追踪丹兽很久了 自然不可能将丹兽交出去 谈崩了之后 他们就准备开打 黑衣人面具下的绿芒一闪 十几道身影凭空出现 这些人全都是久悠地名莽足的强者 领头的两个更是斗尊级别的 硝烟让小一仙几人守住周围 并让傀儡们拦住黑衣人放出的强者 而他自己则是冲上前和黑衣人打了起来 黑衣人被硝烟逼到无路可退后 接连施展出夺破和妖童空体 想要控制硝烟 好在硝烟的灵魂力量十分强大 不仅没被控制 还一拳击中了黑衣人的妖童 黑衣人重重地砸在了丹氏的墙壁上 脸上的鬼神面具寸寸崩裂 硝烟让黑衣人将丹兽交出来 黑衣人抹去嘴角的血迹 抬起头咬着一口银牙 说不交 硝烟心头怒火一起 刚准备骂人就愣了下来 鬼神面具下的黑衣人长着一张精致的瓜子脸 他那一双充满了绿色的美丽眼瞳 深处有三个妖异的绿色小点 看到碧蛇三花瞳 硝烟就发现面前这张脸他十分熟悉 听到硝烟说出自己的名字 清琳十分惊讶 硝烟将玄中指一数 问清琳可还认得出这把尺子 这把尺子和面前这个人都给清琳一种熟悉的感觉 在听到硝烟说 加玛帝国 塔格尔大沙漠 墨铁佣兵团后 清琳的身体猛得一颤 难以置信地看向面前的人 结结巴巴地说 萧 萧炎少爷 见清琳终于记起来了 萧炎忍不住揉了一把他的脑袋 清琳当年被带走的时候还小 但他一直记得萧炎对自己有多好 萧炎让清琳不介意的话 叫他一声萧炎大哥也行 清琳连忙摇摇头 小手紧张地抓在一起 坚持要叫萧炎少爷 当年天舍府的人将清琳带走后 对他很好 还打算让他成为天舍府的掌舵人 只是长老们想要撮合他 跟上一任掌舵人的长子 清琳不愿意 便自己偷跑了出来 再回到加玛帝国 打听到萧炎来了中周后 他便也跑来了 清琳将蛋兽放出来 交给萧炎 在听到清琳说 需要蛋兽的血液解毒后 萧炎让他伸出手 探查他体内的情况 清琳种的是九幽地名蟒族 号称无药可解的地蟒式心毒 萧炎也听说过这个毒 但有毒药 注意一定会有解药 想要解清琳体内的毒 光凭蛋兽的血液还不够 不过有萧炎在 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从清琳这里 萧炎也终于知道 为什么九幽地名蟒族 对他穷追不舍 当初清琳来到授狱后 被一位九幽地名蟒族的长老 认出了他的闭蛇三花童 那名长老想抓清琳 却反被清琳控制 但由于他在最后关头 传出了消息 搞得九幽地名蟒族 全都来抓清琳 清琳控制的队伍 也就一步一步壮大至今 萧炎让清琳先暂时 跟在自己身边 等出了遗迹 就给他去毒 一切商量好后 小一先便利用特殊的方法 隔绝了单寿身上的药箱 萧炎将傀儡们收好后 让清琳将他的保镖也收起来 清琳眼中绿芒一闪 那些人便凭空消失 化为绿芒回到他的眼瞳内 见消炎一行人 都是一脸的惊叹 清琳说 闭蛇三花童成熟后 眼内可以自成空间 存放他控制的东西 并且随着他实力的变强 存放的极限也会逐渐提升 而被他控制的人 实力也会逐渐变弱 因为闭蛇三花童 会吸收吞噬他们的力量 反馈给清琳 不过他能控制的 只有蛇系血脉的魔兽 对于其他的作用并不大 听完清琳的科普 众人心中都十分羡慕 但这东西是天生的 羡慕也羡慕不来 现在还是赶紧去主殿 抢宝贝邀紧 消炎一行人 在清琳的带路下 来到了遗迹的主殿 大殿的中心位置 悬浮着十个巨大的光团 光团中 隐隐像是卷轴类的东西 而在十个光团中心 有一方十座 里面坐着的 正是斗胜强者的骸骨 消炎的目光 一一扫过大殿 不仅天妖皇族等人 已经先踏一步 冰河骨和焚烟骨 也都早就到了 消炎他们走近了才发现 十座周围 盘坐着十几道 呈十灰色的人影 这些毫无生气的人影 全都是相当高阶 斗尊几月的天妖魁 消炎让小一线他们 等一下都小心一点 尽量不要分开 随后 他冲着走过来的唐振 笑着拱了拱手 唐振告诉他 真正的天阶斗技 应该就在这十个光团中了 他问消炎 可能看出 这十个光团中 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天阶斗技 虽然消炎的灵魂力量很强 但毕竟 这是斗圣强者设下的封印 以他如今的实力 无法感应出什么 唐振猜测 等封印一解除 那些傀儡便会苏醒 而在场的势力和强者众多 一旦打起来 必定会是极度混乱的血战 唐振向消炎提议 到时候 若是有什么突发的状况 他们可以联手应对 唐振是正二八经的五星斗尊 他主动提出联手 消炎自然求之不得 在等待封印解除的过程中 消炎将主意达到了那具斗圣骸骨上 要是能得到斗圣的骸骨 为药老炼制躯体 说不定药老能一举进入斗圣的层次 这在消炎奇怪 魂店那些家伙怎么会漏了这里时 占星老鬼带着魂店的人出现在大殿中 虽然占星老鬼在毁灭火帘下捡了一条命 但却变成了独臂老鬼 大殿中不少认识占星的人 都对着他的独臂指指点点 占星老鬼正准备发火 扫动的目光看到了下方的消炎 看到消炎竟然没死 他怒火暴涌 想要报自己的断臂之仇 但在看到消炎释放出的三团异火后 他的身影陡然僵住 火帘的威力他已经尝过一次了 现在条件反射的对火帘十分忌惮 更何况这次他来遗迹 被负责魂店店主亲自交代的任务 想到任务失败将要面临的下场 占星老鬼只能硬生生咽下心头的怒火 准备等事情结束后再收拾消炎 消炎斗宗的时候 猪赶硬刚摘心老鬼 斗尊了更不会拒他 一旁的清林小声问紫妍 他们跟魂店的人有过节吗 紫妍老气横秋的说 那是他们的大敌 以后也是清林的仇敌了 等下打起来不要留守 能杀一个是一个 这样也能弥补他先前的过错 清林认真的点了点头 既然是消炎少爷的对头 那也就是他的对头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 光团上的封印消失了 光团中的卷轴化为一道道流光 暴掠而出 而那时几道傀儡 也睁开了紧闭的双眼 随着一道天街斗际 出事了的声音响起 整座大殿瞬间沸腾 无数强者冲着那些 化为流光的卷轴而去 望着已经失去了控制的局面 消炎拦住蠢蠢欲动的紫妍 不让他出手 很快一道道淒厉的惨叫声 在殿内响起 十座周围苏醒的傀儡们 同时出手 消炎看到傀儡们的眼睛中 燃烧着一种旺盛的沙发之意 这些傀儡并不是普通的傀儡 而是以特殊手段 将抢者的灵魂 封印于傀儡体内的远古人傀 远古人傀不仅拥有神志 而且还能施展斗技 对付起来十分棘手 消炎清晰了一口凉气 看了一眼混乱的大殿 说等一下他出手 看看能不能抢到一卷卷轴 其他人就不要出手了 若是他们贪多的话 怕是会引起殿内抢者的围攻 说话间小儀先上前 与前来攻击他们的人傀 打了起来 消炎在后面 想要利用灵魂力量 看能不能控制人傀 但这次他没有了上次的好运 远古人傀的印记太强 消炎现在的实力根本无法抹除 场中的混乱 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消炎和其他势力的人 也都已经按捺不住 决定先出手抢一卷卷轴 消炎挑定了一个 火属性的赤红卷轴 便冲了出去 正好抢夺这个卷轴的强者 比其他的也稍微少一些 他很快就顺利地闯进了 离卷轴最近的地方 诸位的强者 进消炎的举动 纷纷都对着他攻击而去 近百名强者的攻击 让消炎的脸色微微一变 但他却置之不理 一把抓向赤红卷轴 住在这些攻击 即将落在他的身体上时 天火尊者几人联手 撑起一个厚实的能量光盾 扛下了这些攻击 消炎手掌一握 半截赤红卷轴落在了他的手中 而另外半截 则被赶过来的陈天南紧紧握住 陈天南右手迅速握紧 对着消炎的脑袋 就是狠狠的一拳 见陈天南下死手 消炎直接祭出天妖魁 挡下这一拳 面对天妖魁的攻击 陈天南不得不松开 握着卷轴的手 消炎将卷轴收尽拉戒后 紫褐色的火焰围绕周身 将周围那些眼睛血红的强者震退 见这上百人都退去了 消炎看向被天妖魁 打得十分狼狈的陈天南 这个老砸碎既然敢出手 消炎就没打算让他回去 陈天南的实力在二星斗尊左右 而天妖魁的战斗力 即使遇上三星巅峰的斗尊 都不落下风 很快一直落于下风的陈天南 就准备跑路保命 消炎也加入战场 在被消炎打上之后 陈天南的身形化为一道弧线 落入人群中 他愿赌的看向越来越远的消炎 心头怒吼着 此仇不报 我陈天南枉为一宗之主 陈天南摇摇晃晃地站起身 刚准备离开 身体却猛得僵硬 一只暗金色的拳头 生生地洞穿了他的胸膛 消炎抢到的火属性圈轴 给他的感觉并不像是天接斗技 正说着消炎突然发现 摘星老鬼带着魂天的强者 承包围状 对着大殿中央的那具斗圣骨骸而去 消炎紧盯着那具斗圣骨骸 半想后 他突然看到骨骸的手指 细微地抖动了一下 消炎表情巨变 心头十分不安 他一把抓住身边的紫盐和清零 让所有人后退 在消炎等人身形击退时 摘星老鬼一把抓下那具斗圣骨骸骨 就在他即将抓到时 突然出现无数根空间间刺 狠狠地刺在摘星老鬼手掌上 他掌心流出的鲜血 滴在了那具斗圣骨骸上 当这些血液渗入骨骸中时 摘星老鬼的眼瞳一缩 他感觉到了这具骸骨中 涌现出了些许生机 摘星老鬼的身形急速后退 魂电其他的强者慢了一拍 瞬间全都在海谷的阴波攻击下 化为血雾 摘星老鬼虽然跑得快 但也受了一点伤 而大殿中至少有上百位强者 死在了这道阴波攻击下 其中还包括两名斗尊强者 唐正他们从变故中回过神 全都愤怒地看向摘星老鬼 问他到底干了什么 魂电只剩下摘星老鬼一人 他不敢一下子得罪在场所有人 所以一开口就是想要洗脱自己的责任 却被消炎戒破 见无法推脱 摘星便说 现在并非追究责任的时候 那句斗圣海谷中 留有斗圣强者生前的一丝意念 那道意念是要将闯路遗迹的人尽数解决 现在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 所以他希望在场的强者能和他联手 破除那道意念 伴随着摘星的话音落下 那句变得心红的海谷走出血雾 空洞的眼中闪烁着血盲 嘴中说着 闯遗迹者死 摘星老鬼再次开口 想要说服其他人合作 消炎挤对他说 既然海谷是由他弄醒的 便该由他打头阵 见其他的强者都赞同消炎的话 摘星不得不硬着头皮迎上去 他化为一道模糊的黑影 对上那具血色骷髅 这次他的任务是必须要将斗圣海谷带回去 所以一出手丝毫不含糊 他们交手没多久 剩下的六具人魁也全都朝着摘星老鬼而去 听到摘星怒吼 让他们不要看戏 快动手后 天阳皇族的黄轩 莫广转向唐正 冰和尊者以及消炎 邀请他们三人一起出手对付那具骷髅 至于那六具人魁 就交给在场其他的强者 面对消炎五人的联手攻击 血色骷髅很快就被打得手忙脚乱 消炎见每一次狠狠中击后 骷髅上的血色都会淡上一分 便逼近骨骸半仗内 紫赫色的火焰狠狠拍在骨骸后背的一根肋骨上 一级得手消炎刚准备后退 就看到那根变成玉白色的肋骨上 隐隐有一种奇异的蚊子浮现 消炎心头涌上一抹难以置信的念头 这些蚊子难道就是天界斗技 想到新命的摘星老鬼 非要死磕斗圣海谷 消炎心中一声冷笑 闪电般对着骨骸腰腹部位的肋骨拍出几掌 骨骸上的星红之色 在火焰恐怖的高温下迅速消散 消炎借此机会 确定了拥有这些奇异文字的肋骨 总共有三根 他也终于能够确定 真正的天界斗技必定住在肋骨之上 他明了情况 消炎火速闪开 生怕被其他人看出来 在消炎五人的联手狂轰之下 斗圣海谷身体上的星红之色越来越淡 淡他眼中的鸿芒 却跳动得越来越剧烈 某一刻骨骸陡然凝固 这些老鬼几人赶忙抓住这个机会 疯狂攻击 消炎的心头却有些不安 即使是斗圣强者的一丝灵魂残硬 也不该这么容易就被收拾了 他的心中念头闪烁 最后转头朝小一仙几人传音 让他们快离开大殿 就在小一仙几人身形暴退时 一道嘶哑而古老的声音传进消炎耳中 大天造化长 一种极度危险的感觉从消炎灵魂深处蔓延 他瞬间掉头 施展三千雷洞 疯狂逃命 其他几人发现斗圣骸骨竟然在施展斗技 也火速逃命 整座大殿陷入混乱时 斗圣骨骸全身的星红之色 尽数对着手掌汇聚 当最后一丝血色汇聚到右手时 掌心处突然出现一个黄豆大小的黑点 黑点一出现 斗圣骨骸的右掌 壮壮地砸在大殿坚硬无比的地面上 地板瞬间消失 一道黑色的光圈猛然扩散 光圈所到之处 所有东西瞬间消失 消炎几人全都施展出了看家的本事 将速度提升到极致 才在最后一刹那冲出大殿 狼狈地落在广场上 伴随着黑色光圈的消失 一个百丈大的巨大声洞出现 整个主殿 在这一击之下不剩半点残渣 消炎抹了一把头上的冷汗后 目光停在了声洞半空中 那具玉白色的海骨上 现在这具海骨身上的灵魂残硬 已经彻底消散了 消炎盯着这具 有着天阶斗技的海骨 眼中满是炽热 但却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抢夺 而摘星老鬼在缓了一下下后 立刻不要脸地说 这具海骨害死魂殿众多强者 现在便由他出手 让其错骨扬灰 黄轩 唐震 以及冰河尊者也都不是傻子 不可能眼看着摘星姐便宜 三人同时施展身形 追上摘星老鬼 一人一掌将他逼停 截下摘星后 黄轩三人就朝着斗盛海骨狠狠抓去 愤怒的摘星手掌隔空一抓 一股强烈的吸力 让黄轩三人在空中停滞了一下下 而后摘星一把抓住斗盛海骨的一条手臂 猛的一甩 硬生生地用骨骸 接下了黄轩三人的攻击 摘星老鬼抓住斗盛海骨 就准备跑 却被赶过来的消炎拦住 瞬间摘星老鬼就被消炎 以及黄轩四人拦住 摘星老鬼坚持了十来个回合后 就已经不行了 但他想退 其他几人却不会给他这个机会 斗盛骨骸左肩膀处 也因为他们三人的同时攻击 被生生地斩断 摘星抓着手中的一节玉白色断臂 脸色铁青 冲着被抛飞的海骨而去 萧炎早摘星一步 将斗盛海骨抓在手中 见黄轩和冰河尊者 满脸杀气地朝着这边而来 萧炎使出吃奶的劲 将隐藏着奇异蚊子的三根肋骨搬了下来 得到天界斗气后 萧炎火速将他们收入纳戒 之后将斗盛海骨朝着摘星老鬼甩了过去 这在摘星抓住海骨时 黄轩和冰河尊者又来了 他们每人都紧紧地抓着骨骸的一节 见他们三人谁也不愿意松手 唐正也加入战场 助他们一臂之力 四名四五星斗尊强者同时施展全力 很快斗盛海骨就直接散架了 淋淋碎碎的骨骸向下洒落 萧西拿着手中的骷髅头 嘴角一阵抽搐 这次他的任务是带着完整的斗盛海骨回去 但现在到手的却只有一个骷髅头和一节手臂 广场上已经对斗盛海骨死心的强者 疯狂地朝着从天而降的骨骸抓去 萧炎很快也盯上了骨骸的一条右臂 将右臂抢到手后 他惊讶地发现这其中含有斗盛的精髓 察觉到这些骨骸中含有斗盛精髓 萧炎一袖猛的一挥 不少骨骸碎片被他吸了过来 他的这般举动引起了不少强者的不满 好在有小一些他们的震慑 那些强者都只是敢怒不敢言 萧炎抢到的骨骸中只有四块 有一点精髓存在 他将这四块骨骸收好后 就将其他的骨骸随手抛开 此时的摘星老鬼正四处收集骨骸碎片 但他的收获并不怎么样 很快他就将主意打到了萧炎身上 就在摘星老鬼心里盘散着交手胜率时 不远处的黄萱提议和他合作 只要抓住萧炎都剩海骨归他 他们只要从萧炎身上拿一样东西住行 见摘星点头 黄萱立刻望向萧炎一行人 让他们把东西交出来 或许还有活路可走 经萧炎不打理自己 黄萱大手一挥 他身后天妖皇族 以及风雷阁众多强者皆是缓步而出 见对方想仗者人多 萧炎放出十一具傀儡 清零闭绿色的眼瞳绿芒一闪 十几道身影凭空浮现 黄萱在发现 清零放出来的是九幽地迷蟒族 失踪的强者后 放声大笑 他让摘星老鬼对付萧炎 至于那些傀儡和小异仙 则由他们的人来对付 早在离开远古森林时 黄萱族已经发了消息回天妖皇族 以龙皇本元果的重要性 族内肯定会派出不少援手 到时候援军一到 萧炎等人插翅难逃 住在众多强者对着萧炎一行人逼近时 远处的唐镇出现在萧炎身旁 萧炎对粉炎谷有恩 这种时候他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更何况他既然想要交好萧炎 这种时刻就不能归缩在一旁 摘星老鬼和黄萱没想到 这个时候唐镇会跳出来帮萧炎 可惜远处还有一个冰和尊者虎视眈眈 冰和尊者和萧炎之间的恩怨不小 只是碍于谷族和萧炎的关系 不敢亲手对萧炎动手 他虽然比唐镇弱上一些 但只要能够拖住唐镇 等摘星老鬼将萧炎收拾了 他也能够出一口恶气 突如其来的援手 让摘星和黄萱大喜 摘星冲过去时 朝着萧炎怒吼 断臂之仇 现在你可以还来了 唐镇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冰和尊者 让萧炎有需要的话就出声 他会尽力过来帮他 萧炎点点头 放出傀儡们拦下黄萱 自己则目光平静地 看着出现在面前的摘星老鬼 摘星满脸猙獰 断臂之耻 让他对萧炎的怨恨十分浓郁 这一次他不会再给萧炎任何挣扎的机会 萧炎施展出天火三玄变 将实力提升到了三星斗尊左右 摘星嘴上说着三星斗尊而已 没资格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 但却不敢有丝毫懈怠 十几道锁链从他的袖袍中闪出 这些锁链的速度极为恐怖 环绕在萧炎周身 形成一个诡异的阵法 黑雾爆发出一股异扬的犀利 让萧炎没心处的灵魂都颤了颤 摘星老鬼施展出自己的一大杀招 森罗大新手 望着朝自己而来的星辰巨首 萧炎的脸色十分凝重 他压下心头的波动 开始将开山印 翻海印 覆地印 以及掩天印 四印叠加 看到萧炎的手印 硬挡下了自己的杀招 摘星老鬼的杀印怒勇 他施展出自己全部的实力 萧炎被逼得节节败退 但好在有三千燕炎火 不断修复他的伤势 被打出火的萧炎 几乎放弃了防御 直接和摘星硬碰硬地对轰 反正有三千燕炎火保命 他不必担心出现真正的性命之危 而摘星老鬼在发现萧炎的这种无赖打法后 决定使用斗技 将萧炎一击击杀 看到突然消失 准备酝酿大招的摘星 萧炎不再隐藏他的古意 毕竟再和摘星耗下去 先倒下的肯定是他 正在酝酿大招的摘星 被突然出现的萧炎打断 眼看萧炎又融合一伙 摘星脸色巨变 闪电般朝着萧炎而去 但有了古意的萧炎 速度远不是摘星能追上的 萧炎的话音一落 这片天际再次出现变化 天阳皇族的两名五星斗尊元首 出现在他的不远处 看到萧炎背后的古意 天阳皇族的长老面色阴冷地说 等擒住萧炎 就拔去他的古意 废了他的斗气 让他跪服一声 听到他们的话 萧炎怒笑一声 三色火莲迅速凝聚 不远处的摘星 提醒天阳皇族的两人 这是三种一伙融合的火莲 让他们千万不要大意了 天阳皇族的人只是点点头 并未做任何反应 萧炎面无表情地将火莲 弹向他们两人 这两位老者在火莲爆炸的瞬间 凝聚出妖皇中来防御 但这两位天阳皇族的长老 并没有将萧炎的实力放在眼里 他们的妖皇中也没有使出全力 所以妖皇中很快住在火莲的攻击下 炸裂了 萧炎看向他们两人冷笑一声 两位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受 天阳皇族的人威胁萧炎 乖乖地带着他的人 跟他们回天阳皇族 今日他们已经插翅难逃 他的话音一落 小一仙几人来到萧炎身边 现在他们已经被天阳皇族 叫来的近百位援军包围了 黄炎让萧炎将龙皇本元果交出来 否则今日就别怪他们天阳皇族 大开杀戒 虽然他们的确不想招惹太虚古龙 但为了龙皇本元果 他们也决不会就此罢首 望着对面四名五星斗尊的阵容 萧炎眼中涌上一抹疯狂 如今怕是只能再度施展毁灭火莲了 紫炎像是知道萧炎的想法一般 摇了摇头 让他们不用出手交给他就好 紫炎高举龙皇本元果 看向天阳皇族的人 让他们有本事就来拿 黄炎和身旁两位老者对视一眼 一头幼年期的太虚古龙 还不足以让他们停手 他们三人几乎是眨眼间 就出现在紫炎身前十几米处 但就在三人手掌 即将抓到紫炎手中的龙皇本元果实 紫炎身旁的空间 刺拉一声裂开一个大口子 一道壮硕的身影 跨越空间出现 一股极强的威压 让黄炎三人陡然凝固 脸上充满惊骇之色 一道无比霸气的声音 响彻这片天地 我太虚古龙一族的人 也是你们这些杂猫鸟 动得了的 黄炎三人目光惊骇地 看向太虚古龙的人 在魔兽界中 虽然天妖皇族和太虚古龙 并列顶尖族群之一 但魔兽界真正的至尊 一直都是太虚古龙 在真正的成熟期的太虚古龙面前 黄炎三人只想赶紧逃 但他们的身形刚刚有动作 那跨出空间的人影 便是一声冷笑 大手隔着空间 狠狠地扇了下去 瞬间 黄炎三人脸上 发出一个清脆的巴掌声 他们三人 被这一巴掌 打得鲜血直喷 身体倒飞 将下方的广场 砸出三个巨大的深坑 三名五星斗尊 居然连太虚古龙 一巴掌都接不下 黑情双臂抱胸 随意地站在那里 问还有谁赶来抢 黄炎三人都很清楚 龙皇本源果 是彻底没戏了 黑情望着紫妍 笑嘻嘻地说 自己没来晚吧 紫妍小手指向不演出的 摘星老鬼 说还有那老王八 摘星脸色一变 说自己是混淀的人 黑情眼睛一瞪 对着摘星 又是一巴掌扇过去 一巴掌打翻摘星老鬼后 黑情让他们都滚远点 这里的人 就凭他们这些货色 还没资格动 摘星老鬼的目光 泛着阴冷和不甘 但他也明白 有太虚古龙的人在 今日他什么也拿不到 紫妍向黑情 以及萧妍几人相互介绍 在萧妍见过李后 黑情说 没想到萧家一族 如今还能出这等人物 不愧是曾经的远古八族之一 当年 黑情和萧玄认识的时候 他也就跟紫妍差不多大 萧嫣满脑袋的疑惑 萧玄这个先祖他知道 但远古八族又是怎么回事 黑情并没有回答萧嫣的问题 而是大手一挥 撕开一道空间裂缝 带他们离开这里 在最后一人进入空间裂缝后 黑情警告的声音 响彻天妖皇族所有人耳中 他让天妖皇族日后行事 最好收敛一些 不要真以为太虚古龙一族不出事 远古天皇他们都不怕 更何况是他们这些 靠着天皇血脉传承的后辈 听到这充满威胁的话 黄玄等人的脸色十分难看 占星老鬼目光死死地盯着 萧嫣等人消失的地方 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再次见面 到时候便是萧嫣和新运阁 彻底覆灭之时 黑情带着萧嫣等人 出现在距离海谷山脉 百里外的山峰 紫妍的身份对太虚古龙一族 格外的重要 黑情向萧嫣转达太虚古龙的谢意 这份恩情 他们也会找机会还给萧嫣的 黑情让紫妍和熊战跟她一起回去 紫妍原本很不愿意离开萧嫣 但以她现在的实力 在萧嫣身边也只是她的累赘 等回去完成古龙传承 实力暴涨才真的能帮到萧嫣 离开前紫妍告诉萧嫣 等她下次再出来 肯定会比她更强 到时候萧嫣要每天都给她炼蛋吃 好了 今天的视频都都是讲到这里啦 如果喜欢多多的视频 欢迎点击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